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特别点到四一开头的族群 那时候礼拜一的时候四一开头的族群 我跟各位讲三十六档股票 三档小跌 两档持平 然后九档涨停 其他全部大涨 但是你要赚这个钱的时候 你一定要在上礼拜买 因为大家你都可以提前掌握说 这礼拜因为它有利多的消息要公布 有一些参展的东西 所以股票市场赚的是资讯财 你一定要比别人先 就要上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我在这节目公开的跟大家讲说 生技股下周粉末登场 那今天我们特别开放 特别开放什么 来免费赠送各位一档 所谓的生技标股 是底部的 我一定是底部的股票 才会免费赠送给你 告诉你说 你可以从今天底部先提前布局 好 这档股票 如果有任何虚伪造假 悬赏五千万 当时我跟各位讲说 36块到36.15之间买进 如果你在上礼拜 你来索取这档股票的人 当时可以买到36块以下 那这档股票我们买它 我也跟你讲很大的理由是说 第一个它三月份的营收是 月成长 然后我们导播镜头要近一点 三月份营收是月成长 有没有三月份 月成长26.49 四月份的时候营收是 成长16.55 五月份的时候营收是成长24.88 六月份的时候营收成长30.04% 好 做一档股票 除了观察这个产业的面之外 因为那时候知道 礼拜一生计股一定大涨 所以礼拜四礼拜五 开始提前布局 然后我说各位 你可以来挑战 来跟我们挑战 然后免费的索取这档 然后呢 到了礼拜五礼拜六 你假设布局 礼拜四礼拜五 假设你布局好的人 来 当时是买在这 好当时买在这附近 礼拜一就冲到这 好 一天的时间 我看到有人一天就赚20多万 一天喔 就礼拜四礼拜五 这个地方买喔 礼拜一卖就赚20多万喔 那这个是当时 我在这节目 公开的跟你讲的东西 好我相信大家都 非常清楚 我没有任何的虚伪造假 我就跟你讲说 其实这里面的重点就是说 你如何的提前去卡位 好你在这个地方 如何的跟着我们提前去卡位 这个动作 那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在这边曾经跟大家讲说 我要做这一件的事情 希望你好好把握 好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有实力不怕来挑战 好有实力不怕来挑战 今天一样喔 今天一样 特别一样喔 今天来 一档夯鼓 来电告知 你我同步 通知的 所谓电话通知 人数有限 我们今天开放实名 好开放实名 让你再度来挑战验证 但是我说过 按照你电话优先顺序 在节目中广告知情专线 你好好把握喔 那我们过去以来 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 一些操作的正确观念 就是希望你针对产业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了解 来各位听清楚喔 有钱可以买大时钟 但是却买不回一分钟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叫做 有钱可以买大时钟 却买不回一分钟 各位你纵使在有钱的人 你去买那种复古的大钟 或是买那种很贵的一个时钟 或是那种立志式的 一个大的那种时钟 这样叮叮 那个中间衬托是很大的一个 你纵使几十万几百万 买那个时钟 你买得起 但是请问各位 你有钱可以买大时钟 你买得回一分钟吗 你能让时间倒流吗 全世界最公平的就是 时间是大家公平相等的 有钱人他也是每天24小时 穷人也是每天24小时 不会说有钱人 一天给他48小时 穷人给他24小时 不会的 有钱可以买大时钟 没钱 却买不回一分钟 各位 有钱可以买大时钟 却买不回任何一分钟 这代表什么意思 钱虽然说万能 可是有一些就是买不到 像时间这种东西 生命这种东西 光阴这种东西 绝对买不到 他一去不回 不回头 好 6月25号 我公开的跟你验证 这是当时的资料 我说台北股市即将大涨反转 各位记不记得 我们做什么东西 都是公开的验证 上个礼拜的时候 记不记得 我们在这边公开送你这档股票 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公开送你这档股票 有没有记得 如果你提前来索取的人 礼拜一有的人就可以赚20万 好 有的人就可以赚20万 这是当时跟你讲 底部的股票 在这个地方 好我们都是公开验证 上礼拜36块 那这礼拜最高41.15 那今天收盘是37 上礼拜最高是 我看一下 4114 上礼拜的时候 可以买到36块 这个地方 可以买到这个地方 36块 然后这礼拜最高41.15 今天呢 是收37.8 你可以看 一个底部起涨的股票 一个底部起涨的生计股 那你只要在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一全部都大涨 36档 4一开头的股票 我刚才讲过了嘛 三档是昨天是小跌的 两档是持平的 平盘坐收的 其他九档涨停 全部大涨 其他全部大涨 那我在星期四 星期五就跟你讲了 6月25号告诉你台北股市会涨 没有人相信 因为那时候外资一天都卖 100多亿 100多亿 我跟你讲了三个理由会涨 我不再重复 你过去一定听过 6月25号台北股市在7663 我跟你讲的很清楚 我说台北股市接下来只有两种走势 一个W底 一个叫头肩底 我说我个人从那时候开始一直把你追踪 一直到6月28号 一直跟你确认 它叫做头肩底 我说这波放空人会很惨 为什么很惨 因为大盘在复制一个什么模式 你知道吗 在复制4月19号这个模式 我先把一个移动平均线敲出来 那是65天 移动平均线是一个季线 大盘在复制这个模式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有没有 跳空战争际线坡断走完 有没有 嘎空 仰空手 嘎空手 然后这段大涨小回精精掌 这地方一模一样 好一模一样 跳空上去 大涨嘎空手 每天都慢慢涨慢慢涨 我当时其实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就说 其实各位你可以不要去选择放空 因为这是一个趋势的走势 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讲说 它是一个法人盘 是什么样叫做法人盘 其实各位有的可能真的不了解 在这地方我给你看 来 我给你看说 为什么它叫法人盘 然后法人盘呢 代表的是什么东西 来 我们来给各位看 来 这个叫法人盘 这个叫法人盘 什么意思 各位来看一下 在这波股价的上涨当中 各位看这6月25号 这个叫7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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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7663的话 它告诉各位什么 7663这地方融资最高 股价一直涨 有没有看到股价一直涨 这个所谓大盘的融资一直减 好 大盘的融资一直减 那股价涨 股价涨 融资减 代表是什么意思 代表筹码是散户丢出来 散户丢出来 丢出来给谁 给他 他是谁 他是外资 这一天叫95亿 这一天叫什么 这一天叫95亿 这一天叫113亿 这一天叫190亿 然后呢 这一天叫60亿 这一天叫50亿 这五天就是509.85亿 我们算510亿好了 510亿 这五天喔 510亿 今天外资又买超了64.7亿 那510亿再加64.7亿的话 就是574.7亿 各位你看这几天他买了500多亿 将近快600亿 就在这个地方 好你注意喔 那我跟你讲这是法人盘 你空手者一定不敢介入嘛 你散户一直丢嘛 你根本不敢买 可是这段时间 过去我们从这边跟各位讲的 一直都跟各位讲 但是只有今天 我们没有做动作 今天 因为我们接下来开始要动作 很积极的 要拉回就开始准备买了 今天我们没有动作 为什么没有动作 台股进入法人盘 行情精精涨 指数进入了一个震荡的阶段 低进高出策略不变 急涨不追买 量缩找买点 各位从7月 从6月25号7663 一直涨到今天的8260 从这个地方一直涨到这 我每一天都带我客人去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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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都做喔 每一天 但只有今天好像没有动 为什么 因为今天它是一个 拉回修正盘 为什么是拉 拉回修正盘 各位跟你讲 在这地方你看喔 KD值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来 我给你看喔 KD值今天打到93 93就是一个超买区 它过热 它需要修正 今天也做了时间小幅的修正 所以你在这段 要把握机会 开始准备选股了喔 明后天拉回修正 就要开始 有碰到急跌重挫 你就要开始准备买 因为还涨急修是多头的走势 那这个地方叫法人盘 那各位 时机才是金钱 时机才是金钱 6月25号 我曾经告诉你 台北股市落底反转 6月28号 告诉你是头肩底的反转 然后呢 在这个阶段当中 不断的告诉各位 它是一个法人盘 是一个法人盘 你可以看到 在这一波的上涨过程当中 融资从最高档 一直杀到这个地方 一直减 减了51.8多亿 大概51.85亿 这个地方 外资到今天 买了574亿 就这几天 六天时间 外资买了574亿 各位我常常跟各位讲 在这种行情 就是要靠选股 你要选什么股票 我从过去一直验证 给各位看 记不记得前一阵 跟各位讲 最夯的两个族群 一个叫苹果iWatch 智慧手表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4G LTE 4G LTE 这个所谓的一个 网通概念 那我跟你讲说 这些股票都最强的 在讲苹果iWatch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我跟你讲两档股票 第一档是 8121的月峰 当时我们讲的时候 在6月25号的时候 它是在33块3 这个基本面给你看 讲完之后 岳峰是涨停板 岳峰涨停板 叫你持股续报 有没有 叫你持股续报 然后呢 到了有一天 9点05分 岳峰改市价卖出 那天的岳峰是来到 41.5 9点05分 821的岳峰 它是涨到41.5 证据都给你看 然后呢 从33.3 直接涨到41.5 我们卖在41.5 卖在这一天 有没有 它前几天 这外资才大买 我们过去在这边 跟各位一直介绍 然后他到这边 外资大买 到这天最高 我带你先出场 为什么 因为最近苹果电脑 苹果的这个 所谓的贾伯斯 贾伯斯已经过世 苹果这个 这个所谓的负责人 在这个地方 他就是说 他招了很多的一个 iWatch的工程师 那大家市场就传言说 是不是不顺 要延后 你管他顺不顺 延不延后 这股票 这个产业 未来越延后出来 你这段时间操作次数 趟数 越来赚钱机会越大 因为你时间就长 如果明天就跟你讲 智慧手表要上市了 那就崩了 怎么就直接涨 就没有了 结束利多就出进了 所以很多东西 是看你的观念 怎么去沟通的 像岳峰 33.3跟各位讲 41.5座卖出动作 有没有 常告诉你 选好股 选对股 是一生的荣华 然后选错股 选错人 是一败的徒弟 各位 上个礼拜 我们在这边再度的公开 跟各位大家 在这边公开的验证 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这地方 公开的跟你讲说 我们所跟各位讲的每件事 都是拿出证据来 有没有 我们在上礼拜在这地方 有没有公开跟你讲 你扪心自问 我们有没有公开的 跟大家讲说 在这个阶段当中 下礼拜 申祭股粉末登场 有没有 申祭股粉末登场 其中在这边送各位的一档股票 有没有 送各位一档股票 营收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你可以看当时送的是这档股票 欢迎免费索取 来公开证明 当时价位在这 买完之后 礼拜一跑到这 好公开跟你验证 全部大幅获利 每个人都获利 只要你买进 每个人都获利 同样的 今天再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我们只有十个名额 来 这档的一个标股 最夯的一个股票 这档的股票 不怕你来挑战 有实力不怕来挑战 这档股票 我们今天要来免费的赠送 电话通知 人数有限 只有十个名额 想要再度挑战板田炸法人 欢迎节目中广告知情专件 打电话进来 但是我说过 十个名额 按照你电话 有限顺序 下个阶段回来 我再告诉你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未来的台北股市是如何 第一件事情 未来台北股市是如何 然后第二件事情 告诉你 怎么去把握 做这样的标股 底部进场 休息会 马上回到现场 二代健保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 正式上路咯 二代健保改革重点有 新增六项补充保险费 加强关怀弱势 提升就医品质 公开保险病床查询 增加医疗资讯透明度 建立财务收支联动机制 保费收入与医疗支出要平衡 二代健保全民更好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德投顾新闻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德一投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德 免费服务热线02-2579-1155 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投顾 顾德投顾 顾德投顾 顾德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请费服务热线02-2579-1155 2579-1155 师父 这次取经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 别担心 这次出国前我有先做出国登陆了 出国登陆是什么呀 我们国人出国观光游学或是洽商 都可以到外交部的网站上登陆旅外资料 如果当地发生天灾或是动乱 外交部就能立刻联系我们提供协助哦 安宁我们就能放心出发了 出国错公路安心有保障 欢迎再度回到板前战法现场 来有实力不怕你来挑战 记住上礼拜的事情 公开的提前告诉你 下周生计粉末登场 礼拜一台北股市36档生计股 四一开头36档 三档小跌两档持平 其他全部大涨 其中有9档是涨停板 这礼拜一我记得非常清楚 然后当时送给各位这说 欢迎索取正宗持档生计股 下周会跟我会员共同获利 当时的价位在这 百分之百保证每一个人都买到 如果有任何虚假时间分钟秒数 有任何虚假悬涨5000万 然后在这地方三月的营收26.49 四月营收成长16.55 五月营收成长24.88 六月营收成长30.04 股价礼拜一立刻应声跳空大涨 好立刻应声跳空大涨 那我有看到有人随便买个100张 20多万一天就落袋为安 随便买个100张不到 20万一天就落袋为安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在这地方我们把每一件事情 都讲在前头 来这段时间跟各位讲 所谓的投资股票 不是投资股票 是投资产业 我们跟大家讲说 苹果的iWatch 智慧手表 世界LTE 那苹果的iWatch 当时讲了两档股票 哪两档 第一档8121的月峰 第二档是什么 8078的华宝 证据在哪里 当时的月峰在这个地方 我拿证据给你看 当时的月峰在这个地方 当时月峰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我们当时介绍月峰的时候 跟你讲说它的基本面 是因为它是苹果的一个 所谓的iWatch 智慧手表 蓝宝石基榜 这个地方蓝宝石金棒 它是出蓝宝石金棒 要弄到表面的 一个所谓镜面的表面 那在这个地方讲完之后 隔天就跳功涨停 就涨停说实 告诉大家 持股续报误出 然后呢 再来呢 告诉大家还是没有改变 热门股还是持股续报 然后接着呢 9点05分 9点05分 月峰改市价 用市价获利卖出 9点05分 月峰在什么地方 41.5 然后呢 从33.3 一直涨到41.5 我都是公开跟你讲 这蓝宝石金棒 那蓝宝石金棒的部分 讲完之后又讲哪一档 各位来看一下 又讲了华宝 华宝 是苹果iWatch概念股 里面的组装 包含为什么鸿海这么强 华宝这么强 我常跟各位讲 选豪股 选对股 一生龙华 选错股 选错人 一败土地 来 华宝在这边 各位看一看华宝 当时跟各位介绍 买进的证据在哪里 在这 这是买进的证据 然后华宝今天到哪里 华宝今天最高 已经来到43块4 43块4 各位这些都是我跟各位讲的 所谓的一个产业的观念 有没有 这里面都是我跟各位讲的 产业观念 你要往这个方向走 来 这是阳华 有没有 45块间涨停满48.7 来 是不是在这里面 你当时来索取这份资料 是不是在这里面 362阳华 有没有 是不是苹果的iWatch 智慧概念股 来 安可 连续三天 从55块7 涨到59块7 有没有 安可 ITO玻璃的 你自己扪心自问 来 红准 这波从70块涨到75块9 红准 饥渴的 所以我在这边 我跟你讲说 承诺各位 用心选好股的 选好的股票 专心市场的变化 关心每一个会员 这是在我们在做智慧手表的时候 每一档股票送的资料 各位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当时在这段我所跟各位讲的每一件事情 有没有回过头来发生 现阶段苹果最夯的 iWatch智慧手表 各位将来这是一个新兴的产业 就跟过去我们看到智慧手机 平板电脑是一样 那接下来你要注意 这个题材又是 一直要到年底 叫4G LTE的题材 叫网通概念 那么也就是说 未来的一个国内的 这个所谓3G的速度 要改变到4G 然后4G将来要朝向5G迈进 但是台湾过去4G的市场 非常非常慢 落后亚洲世界国家很多 那我跟各位讲 韩国已经开始 从4G要往5G走 各位那种概念 可能各位没有 我只能从5G来做个说明 如果我们过去说 用录影带去拷贝 或是用光碟机 去拷贝一部电影 它可能需要很久的时间 但是5G时代 拷贝一部电影 就是说你复制一部电影 这样结局下来抓下来 一秒钟 5G时代只要一秒钟 各位你就知道 那个是一个趋势跟潮流 所以4G的LTE概念股 有没有 有没有公开跟大家讲 像前一阵子公开跟你讲 智原获利卖出了 瑞玉 有没有 2379的瑞玉 当时是不是跟各位讲 这是LTE的一个概念股 4G的概念股 瑞玉 然后当时跟你介绍的时候 65.4 这是买进的证据 这是买进的证据 今天瑞玉最高来到74.9 好 来到74.9 这个都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所有的证据 就是说 你在这个阶段你要做什么股票 4G概念股了吧 4G概念股了吧 这都一直轮动 来 建旱 4G概念股 昨天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 有没有在我们跟你讲的过程当中 自己来扪心自问 把资料拿出来 看当时会不会送给你这资料 然后呢 起基 在这地方 所谓的一个建旱 它是做什么 相关设备的 像基地台的天线谁做 起基 有没有 这些都是一直不断的上涨 都4G概念股 你随便闭着眼睛买 台阳 有没有 这一波所谓的4G概念股 有没有 台阳 有没有4G概念股 台阳 你自己扪心自问 台阳 你再看台药 有没有 过去我也带你做过台药 今年盘中涨停板 22.35 也是不是在我们的4G概念股当中 它做什么的 基地台的PCB板 过去我带你做过这档股票 买完之后涨一支停板 有没有 记不记得 所以我常跟各位讲说 其实我常跟各位提倡的是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 叫做金包银的操作策略 各位 什么叫做金包银操作策略 就是说 我现在选择的股票 都是长线的 而且是有产业反转的 而且是产业的股票 是那种长线的股票 比如说4G概念股 比如说苹果的iWatch 或是所谓生物科技 那种长线的股票 你短线怎么样 短线是赚银 短线是赚银 是什么意思 短线做区间 做短线价差 可是长线怎么样 破断是金嘛 所以金包银的操作策略就是 从第一个选股的观念 就开始建立 我选长线的股票 然后我短线赚加差 长线赚破断 那短线是银 长线是金 各位就是这个样子观念 那我从过去以来 一直验证的给你看 各位凡是 凡是今天 你在这个地方加入我们行列的人 凡是今天加入我们行列的人 免费的赠送 市场上唯一你买不到的 版权占法的三本 操作教材的一个 操作秘籍的书 那只有今天你加入我们行列的人 来三本教材全部免费送给你 全部免费送给你 同时有实力在这个地方 来不怕挑战 有实力不怕挑战 为什么叫有实力不怕挑战 来 记得上礼拜四 上礼拜四还礼拜五 我在这节目当中公开的告诉你 下个礼拜粉末登场 在讲这个粉末登场之前 一直跟各位讲智慧手表 苹果的iWatch 一直跟各位讲 4G LTE的一个概念股 网通的概念股 那都一直轮涨 一直轮涨一直轮涨 到礼拜四还礼拜五 我是不是公开告诉你 下周生计一定粉末登场 但是你一定要提前买进 当时有没有送给你这档股票 底部的股票 各位再来看看 我们选择股票的时候 重视基本面 3月营收成长26% 4月营收成长16% 5月营收成长24% 6月营收成长30% 提前布局买进 礼拜一直接跳高开喷住大涨 我都没有预设任何立场 我只告诉你说 当时我讲说不信 那你就来试试看来挑战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讲过了 有实力不怕挑战 好 今天再来这档的股票 这档复股 我想也是一个底部起涨的 那我说过了 来电告知 你我同步 电话通知 人数有限 仅10个名额 各位你好好把握 如果想要知道 这档免费的复股 那我也讲过了 过去以来一路 百年账法在这个地方 都是跟各位做一个 分析研究报告的动作 让你清楚的去了解说 台北股市到底怎么走 量价关系怎么看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形成这样的一个趋势 为什么这个地方是一个所谓头肩底 为什么这地方叫法人盘 我们一向都拿出证据来 跟你一直讲 这个盘放空的人 我再跟你提醒一下好不好 我已经提醒好多天了 这是大盘走势 从这一天我就告诉你看到931必定过高 看到931必定过高 这边迹象都已经告诉你会过高 然后接着一路涨 我说他在复制4月19号 这个模式 复制这个模式 这会一波到底的 然后呢 会出现是融资不断减 外资一直卖 散户不敢跟 嘎空手嘎空头 金金涨 就是这样 那如果说你想要成为赢家 这两天有拉回的时候 记住短线过热 会有拉回的时候 跟着我们找寻最强势的股票 第一档进场布局 有需要的投资朋友 认同我们关键的人 想要加入我们行列的人 今天板田战法全套教材 免费赠送 想要这档持股的人 把握节目中广告知情专线 前十个名额好好掌握 今天加入者 来板田战法的交战手则 全部送给你 有实力 不怕你来挑战 祝福你 夜深人静有个好梦 明天同时间再会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是陈彦博 每次极地冒险 安全是我的坚持 我喜欢冒险 但全部冒险酒后驾车 只要喝酒 就应该选择安全回家的方式 我不喝酒 我当指定驾驶 负责开车送朋友 出来了 或找亲友接送 拜拜 拜拜 也可搭乘继承车 只要喝酒 就不开车 交通部关心您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最及时的股市讯息 最专业的投资分析 最顶尖的股市名师 都在顾得头顾新版网站 及手机APP 关键字搜寻顾得一头顾 第一手资讯尽在顾得 免费服务热线 02-2579-1155 2579-1155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 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创新务流服务 这里 用服务打造世界级书店 用科技 让服务更迅速 每年吸引150万旅客 让服务业跨越国界 推动服务业科技化 及国际化 做就对了 轰动150 全面启动 快速掌握150档全成股变化 精准轰动指标 动机大盘多空转折 即日起 荒动150 霍天荒6折邀会实施中 来电解速播 0223653255 财政部台北市国税局 提醒您 自民国101年起 取消军教薪资所得免税 有关扣角及申报问题 请下各地区国税局